歡迎收看財經下課後 2020520 也就是愛你愛你我愛你 在這麼浪漫的一天 我們請來了 財經怪博士陳彥哥 大家好 大家看我今天就知道 我把我自己打扮成玫瑰花 你看 WOW 把自己打扮成玫瑰花 就不用買花了 把自己送給老婆 一回去 老婆說花呢 在這裡 好不好這樣子 那他真的想收到這個嗎 沒有 好 陳彥哥有沒有曾經做過 最浪漫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 坐著搖椅 這好像是歌詞 沒有誠意 好啦 浪漫的事真的太多了 因為我 我深信就很浪漫 但是 大家一定以為 我對已經到手的也不浪漫對不對 對 錯 大錯特錯 不然 我就要講一件 我做過很浪漫的事情 什麼事 我就在這個過年天氣很冷的時候 帶著我的另一半 我的老婆 到這個普吉島 我包下一間有這個游泳池的獨棟的Vila 哇 不錯耶 然後重點是 我就把自己包裝成禮物 讓他拆 這樣好 那這個畫面18歲以下是不適宜想的 對 我以前的住的那個飯店就是能省就省嘛 騎不帶不受傷害 結果沒想到一進去 整個貴賓招待這樣 帶他去海邊 看夕陽吃那個當地的那個餐 對啊 你為什麼又帶著水煮蛋來 這個也是另一種浪漫 他都會帶這兩顆蛋給我 他今天撥好了 然後他還跟我說 連鹽巴都灑好了 這樣子 然後其實他是要告訴我說 你以後不要像個窮光蛋 不是啊 要多賺一點 520多賺一點 要給好一點的 他是暗示你 今天要有點表示 所以回去 今天回去 我一回去 要講什麼 我真是太笨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只會喜歡你 什麼事都不會做 不錯 這個不錯 我最近買了一塊地 什麼地 讓你死心踏地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因為搞不好金牛座的回去 會說 我還以為你真的買一塊地 水象星座 他會覺得 好感動喔 你怎麼也開始講起星座了 其實我本來就是星座大師啊 我是被金龍耽誤的星座達人 你跟士聰哥PK一下好了 他我沒有看在眼裡 我放在心裡 心裡 想問 就在股海當中 有沒有是讓你割捨不下的股票 浪漫喔 有兩個重點 愛情跟麵包 那你要去想浪漫 如果沒有麵包 浪漫的下去嗎 沒有 不行 所以如果我們要走浪漫 那我覺得 這另一半 他要一直陪我們走下去 所以我希望他一直帶給我們很好的現金流 公司的概念 而且公司穩定 對不對 而且他的產業不會受到景氣影響 其實這三檔是我真的非常喜歡的 哪三檔呢 一個叫中信金 他的銀行業務啦 保險業務都做得非常的好 公司獲利穩定 外資也很喜歡 也很喜歡 而且當你買了中信金的股票 以後你走進去中國信託的時候 一走進去 欸那個咖啡來兩杯 可以這樣子 你就跟老婆走進去 說欸 老婆說天氣好熱 不用擔心 來我們進中國信託 他說欸為什麼 對 咖啡來兩杯 然後他就端出來 說欸你是 我是你們大股東 對不對 我買了你的股票 我是你的大股東 你不要亂叫觀眾 但是你不要講 你只有買一張 第二就是中豬 他是中小企業融資的業務 而且這裡面有一個重點 這三檔股票 目前的股價 股價的估值都比較低 你要去想一下嘛 今天你要嫁給這一位 他還沒有發達以後 就先嫁給他 你才能先掌握他的 對掌握他的存責 等到他變有錢了 那些錢就都你的了 不要說他已經很有錢了 你再嫁給他 他就會寫一個說 我的歸我的 你的歸你的 那現在這三檔股票的機器都很低 像育龍也是 但這個是做汽車融資的 做汽車融資的 那因為這一波疫情的關係 他們的股價都出現比較大的修正 但是我覺得疫情恢復以後 他會回復他正常的水準 那他們這三檔的 第一個機器低 第二個獲利穩定 然後配息也都非常好 這就是你想要選的 真正的浪漫是什麼 我跟各位講 就是每個月拿錢回家 因為你回去 你可能會想說 今天情人節 給老婆驚喜 結果最後他說 新鮮的 你兒子要落花肥了 突然之間浪漫就沒有了 浪漫的日子 你打算要怎麼樣過呢? 到底應該是要看老婆臉色 還是應該要看台積電的臉色 我跟你講 這個就沒什麼好看 誰想晚上跟他度過 如果他可以擺這個姿勢 我願意 所以你覺得520行情 並不是要看台積電 當然第一個 晚上要看老婆臉色 但是白天真的還是要看 520以後 還是要看台積電的臉色 如果他去美國設廠 然後華為吊單 然後還是說他可以 有其他的方式 把訂單找回來 那因為真的台股要往上衝 台積電能不能發揮 他的老大哥的這個效益 但是 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時候 不要把他的照片放在我面前 因為這樣我腦海裡會想著他 那如果台積電赴美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跟誰一起共吃火腿 台積電其實赴美這一次有一個重點 其實他做的是五奈米產 所以真正受惠的 就是剛過去 從明年開始設廠到2024年要量產 這三年當中 最重要的就是設備 啪啪啪啪趕快 那這三個裡面 我特別幫大家挑選 一樣我還是著重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本益比不要太高 第二個就是說 他能夠直接受惠這一次設備 過去馬上訂單就暢旺了 對 馬上馬上受惠喔 那就這三個 四星KY 旺系跟漢堂 但是 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 四星KY跟漢堂的股價 已經有大漲過一段了 對 所以短線上我覺得 如果我們想要追蹤 這個股票的話 我覺得稍微再觀望一下看 有沒有比較好的一個回檔的一個承接點 那旺系的部分本益比還是相對偏低 然後股價也還沒有大幅反應 那520行情 我們真的還是可以期待嗎 你期望他給你更好的一個回應 你跟我在一起了 我永遠希望你給我更好 你給我更好 可是我們自己也要付出啊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520的行情 我們不能一直期待的大盤 能夠不斷的往上衝 不斷的往上衝 我覺得這絕對有難度 你還是要想一下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 激情的浪漫 還是要陪著搖椅跟你慢慢聊 這樣子 對 就還是有差別 所以看你要的是哪一種浪漫啊 對 我都跟我老婆講 嫁給我和你要改幸 幸福 改幸福 結果後面的背景都聽不下去 怎麼會這樣 連背景都聽不下去 好啦 那我們就在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真的沒辦法 結束了這個今天的下課 那也祝大家520 大家都能夠 真的最難得的一天 2020520 也跟你的相愛的另一半說一聲 愛你喔 愛你喔 掰掰